觀眾朋友們午安 感謝您準時收看一四零零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立刻來看一下我們關心的頭條消息 這個馬力波是不是終於打下來 而且現在巫軍也開始撤離了 奮戰多時 死守多時 被譽為是英雄 那現在兩百六十位的巫軍 現在準備要撤離亞素鋼鐵廠 所以現在代表著亞素鋼鐵廠 魚已經出來了嗎 已經要落幕了嗎 我們就有今天歡迎三位來賓來幫我們分析 首先先來歡迎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振東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退役中將說話名稍後會加入我們 好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當然我們剛提到 亞素鋼鐵廠是今天的一大焦點 此外現在是不是歐洲很多的國家 對於烏克蘭有一點開始有一點點起了反感的這種心情 怎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 因為才剛落幕的歐洲歌唱大賽 烏克蘭是奪下了冠軍 當然大家都講說無可厚非 因為他們有非常感人的一個演說 所以大家覺得說要支持烏克蘭 要撐烏克蘭 所以最後冠軍拿走了沒有什麼疑慮 怎麼又會有一些糾紛爆發出來呢 現在據說波蘭跟立陶宛的選手玻璃心碎了呀 昨天很多波蘭跟立陶宛的民眾 很不諒解一件事情 竟然爆發出來是烏克蘭的評審呢 打他們這兩個兩組選手的分數 竟然是打零分呢 那他們就說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在這段時間以來我們立陶宛跟波蘭 這麼支持你們 然後你們怎麼會這樣子來對待我們的選手呢 你再怎麼打也不至於打零分吧 這個風波在歐洲掀起的這個巨浪 甚至還導致這個烏克蘭的文化部長 必須到推特上面來道歉 就說哎呀 我們這樣子的給分真的是不應該啦 所以其實這個事情 當然也會有人反過來在講說 哎呀你波蘭跟立陶宛 你就是胸襟要大一點嘛 人家烏克蘭給你打零分又怎樣了 現在就是要支持烏克蘭嘛 就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當然大家就各自評判 只是說現在好像一點一滴的爭議 都在爆發當中 也引發了是不是歐洲跟這個烏克蘭之間有一些嫌隙出現 另外一個嫌隙是什麼呢 這個俄國的駐聯合國代表 他就問說 請問我們在場的這些法國人 德國人 你們知道你的祖先是誰嗎 原來是烏克蘭人 是烏克蘭說的呀 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先來聽一下 我現在看到這個事情 也引發著歐洲的討論 就說 原來我們的祖先都來自於烏克蘭 真的嗎 這個我們等一下來問問來賓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還有這樣一個消息 因為現在好像是不是 為著要支持烏克蘭 為著要站在烏克蘭這邊 現在美國非常多的學校 接二連三 就說我們要給澤倫斯基榮譽學位 先是這個賓州諾曼學院 就說我們給你榮譽學位 然後再來杜肯大學說 我也要給你這個榮譽學位 然後還有二十六間學校就說 表示這件事情他們給予肯定 而且這些都是住在這種烏克蘭移民 比較多的一些區域 都有這個天主教背景的一些區域 就接二連三 該不會接著 這個澤倫斯基因著這場二烏戰爭 要得到三十個榮譽學位 所以我看到這一片的時候 我忍不住想到說 蔡英文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看 在這邊 北約是不是會天火 因為現在北約承諾要無限制給烏克蘭提供軍援 那這樣的事情不就代表說 這場戰爭要越打越長了嗎 可是我們今天明明看到說 這個亞素鋼鐵廠的烏軍都已經陸續出來了 感覺已經是要落幕的一個氛圍了 怎麼北約這個時候 特別又要跳出來講說 我還會再給你武器 我會無限制的給下去 難道他不希望這場戰爭結束嗎 甚至美國自己的情報部門都還有反思 講說這個俄軍原本兩三天都能佔領基輔 是不是有一點失準 結果情報部門告訴大家的解釋是什麼 沒有沒有不準是俄國沒有照劇本走 大家不覺得這句話很奇怪嗎 俄國要照美國的劇本 美國還有寫好劇本 所以美國都一切都在掌握當中 一切都知道這事情要怎麼發展 然後俄羅斯沒照你的劇本走 所以很奇怪越說越說多越說錯 所以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那現在北約有1.5萬人在艾沙尼亞軍演 包含了芬蘭 瑞典 這即將要加入這一個北約的兩個國家 甚至烏克蘭通通都有參加 就像是北約八國聯軍又再度重現 那當然俄羅斯方面也有一些回應 普清現在他們傳出的消息是 他要親自來率領頓巴斯的作戰 因為現在他最在意的區域 如果說亞素鋼鐵場拿下來的話 那就是剩下頓巴斯 頓巴斯可不可以有完整的拿下 這兩個烏東的兩個區域 可能是他們接下來的一個重點 然後所以俄媒講說 未來兩週會決定頓巴斯無軍的一個命運 看起來好像已經是把重心要轉往這個頓巴斯 連這個白俄羅斯的盧卡成科都講說 現在西方對於白俄跟俄羅斯 正在發動全面的混合戰 還有這樣一個消息出來 俄國的警方接到匿名的電話說 有兩架飛往俄羅斯的飛機有炸彈 所以感覺上面這個煙消位 沒有停止 是不是又要往外擴散 或是更加升級呢 連英國的國防部都講說 我們有掌握到消息 現在白俄羅斯 在這一個烏克蘭的邊境 已經有特種部隊進駐 感覺白俄羅斯也要準備來參戰 也要來對決這個北約了嗎 那再說到我們今天最大的一個焦點就是 亞素鋼鐵場裡面 究竟現在撈出來的是什麼呢 究竟是史前蒼龍 還是這個黑海巨精 還是亞素鯊魚 因為大家非常多的傳聞 其實現在烏軍已經宣布說 因為馬力波的戰鬥任務已經結束了 當然這是烏軍對外的一個說法 這兩天可能大家還要再觀察看看 因為烏克蘭有時候消息會變來變去 所以我們繼續關注 如果說已經結束的話 他們現在士兵已經要撤制這個俄國的佔領區域 那商便撤離也開始展開了一方面的一個談判 還有呢亞素鋼鐵場 其實在昨天第一時間傳出來是說 有實名的烏軍先出來持白旗投降 所以才展開後來一系列的談判跟撤離 那所以現在俄國的國防部 他們講說已經就這個烏軍的傷員撤離 達成了一個協議 那澤倫斯基是講說 他們現在已經啟動 正式啟動馬力波的守軍 就是拯救守軍的一個行動 那其實我們這一陣子以來傳出了這個黑海巨經 一下子說是這個退休的 美軍的退休海軍上將 一下說是英軍的這個忠孝 還有一個講法是說這個四名的北約教官 可是普欽在昨天竟然第一次公開在講說 他可能不見得是人 他可能是什麼呢 是生物實驗嗎 這難道是這個普欽 第一次對於這個美國或對於全世界正式的來講說 美國真的有這個深化戰嗎 我們來聽一下 我們來聽一下 好 所以究竟裡面到底是人還是東西呢 我們來問一下賴老師 您看普丁剛剛的講話 其實過去的很多謠言就被破除了 有人說什麼他中風 有人說他罹患癌症 正在接受化療 所有所有的這些謠言 你就可以知道兩軍交戰的時候 那都想把對方講壞 所以很明顯的普丁的剛剛的 這樣的一個畫面出來的時候 就是已經破除了第一個謠言 就是他重病他有問題他什麼等等等等 這些都不可能 還有什麼要政變了什麼 都不可能 那他目前來講 為什麼要特別講到生物實驗室的問題 美軍的生物實驗室 因為現在聯合國的安理會已經正式受理 要開始去了解這個美軍 在這個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俄國的指控是說 美軍在當時一交戰的時候 他們就撤離 那有一部分人就把東西撤離到 這個亞素鋼鐵場這個地方來 那有另外一部分人就從海上就走了 但是他留在那個地方的生物實驗室裡面 還有一些來不及摧毀的一些材料 那麼俄軍現在目前正在蒐集 那蒐集完了以後 他們要把這個材料提到聯合國裡面 來去對於美國公然的違反這個 世界的這個反這個生化戰績的公約 要對美國提出正式的譴責 甚至要在安理會裡面要做表決 那當然美國很有可能會率領他的盟國 例如說德國 法國等投下這個 德國跟法國跟英國等投下否決票 可是如果英國跟法國 尤其是法國如果投下否決票 那他們本身在國際間的信用就會破產 所以他們會面臨一個兩難一個地步 所以他們投下棄權票的可能性比較高 那否決的一定是美國 可是假如美國提出否決 投下否決票的時候 那很有可能美國就會受到國際間 在道德方面的制裁跟譴責 可是這又涉及到這個北約還有歐盟 他們本身對於美國假設違反了聯合國的這個公約 那本身有沒有道德立場有沒有正義立場 如果北約跟歐盟都沒有的話 從此以後他們就沒有辦法再去指控 例如說朝鮮就是北韓 或者是古巴或是其他的國家 在做這個生化戰績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對全世界影響比較大的 所以普丁的這次講話中 把比較多的力量就放在這個地方 那他希望引起全世界輿論的高度的關注 可是我很篤定的跟各位報告 即使普丁做了這樣的一個努力 但是歐美的媒體絕對會淡化處理 絕對絕對會淡化處理 因為這個不利於歐美的這個 尤其是美國的發展這個生化戰績 被人家解露了 這個不利於歐美的宣傳 所以歐美的媒體會集體的淡化 或是噤聲或是不處理這個新聞 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道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以責任司機的講話 他顯露出來的就是 其實就是投降了 顧己顏面的投降 第一個 他說亞洲剛鐵場裡面的烏軍 階段性任務完成了 所以同意靜默的處理 靜默的移轉 那個靜默的移轉 其實意思也就是 移轉到俄國的占領區的醫院裡面 等於是俘虏了 俘虏 然後這些傷兵 接受俄國的控制區內的醫療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問題就在於 那還沒有投降的人呢 所以等於是在這一次的進展中 又有突破性的發展了 也就是說有人投降了 然後責任司機也同意這些人投降 但是顧己顏面不要說他們投降 而是說他們階段性任務完成 轉移 可是漏線是漏線在哪裡 它並不是轉移到烏克蘭的控制區 是轉移到俄羅斯的控制區內的醫院接受治療 這等於是投降 等於是傷兵投降 所以我個人的推斷 那在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中 俄軍已經逐漸的可以完全掃蕩的這個 這個雅塑鋼鐵廠 那俄國在雅塑鋼鐵廠流制的兵力就會越來越少 好 我們來問一下將軍 我覺得這個普京講話當然比前面什麼 金魚大魚可靠性要多 第二個講生物戰 生物戰才是全世界最大的重大的戰 戰爭隊形 如果這個生物戰的這個證據找出來 是跟武漢肺炎 跟現在的COVID-19是有相關聯的話 這個罪行已經坐實了 全世界幾百萬幾千萬人患病的證據 這個反擊力量就大了 因為美國搞生物戰是 已經有很多年的罪行昭彰的證據了 對 因為從二次大戰完了以後 美國就在全世界在搞生物實驗室 現在就是說要找出證據 就是說你這個細菌培養生物培養 這裡面的過程找出這個跡象 是是是 證明這個你在實驗的過程裡面 跟病毒的這個基因裡面找出來是 過程是一樣的 跟原始的病株 跟後來演化的病株都有相關 科學家是隱瞞不了的了 對 因為你從第一個基因到後面的演化 它有程序的 如果這個證實的話 今天你誤賴中國的這個武漢實驗室 跟後面這些病毒的演化 這個聯合國裡面的 世衛組織裡面也是有科學家的 就算你媒體想掩蓋 這個鐵證如山的東西 一下就翻盤了 因為全世界這麼多國家受到這個毒害 扣帽子扣給中國 如果這個翻盤的話 普丁這下就是全勝了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大魚中間的大魚 遠比什麼總司令 這個拜登的兒子要大 所以這個問題 普丁如果手上拿到有證據的話 這下是全面的翻盤 絕對比那個什麼上將 什麼東西要厲害 但問題就看普丁手上拿到多少 是 第二個 傷兵是一回事 戰俘是一回事 這裡面亞述營 不管你是傷兵也好 把你治好了 還是用戰犯經過大省 這也是達到普丁的第二目的 對 就是我幫你治好了 我還是拿納稅的戰犯來公審 他絕對不會說日內瓦公約這個 用一般戰俘來對待 他還是要拿來公審 對 所以這個問題也達到俄羅斯原始的目的 我是拿到當年頓內刺 盧干斯克 你當初對當地老不幸所犯下的戰爭罪 是 你既然可以公審一個俄國士兵 槍殺一個65歲的老人 你審他 我這邊也可以審你在頓內刺 裡面犯下的戰爭罪的罪行來審判 因為這八年裡面你犯的罪行很多 活著的俄羅斯老不幸也很多 所以這個就可以公審 所以這也達到馬里烏波 為什麼打這麼久的一個成果 我不管你媒體公不公開 網路上還是可以PO出來 是 所以也就是打了這麼久 付諸這麼殘忍的戰爭的結果 他也可以公諸於世了 對 所以這也是 對最近打這麼久的一個交代 對我覺得將軍點出一個重點 其實不論你的立場 你是支持誰 其實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傳聞出來 有生物實驗 甚至普清有講到說 這是危險疾病的傳播 而且在這幾天俄羅斯他們官媒釋放出來的消息 都講說甚至跟莫德納 輝瑞 跟這個莫沙東 都是我們現在聽起來非常熟悉的 這幾個藥廠有關 所以不得不懷疑 當然我們也希望最後是用證據來說話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但是我們全世界需要知道一個真相 我們來問一下左老師 好我想其實我們除了看到在烏東戰事的一個近況之外 我們也要注意到現在整個歐洲都進入了一個新的冷戰 我認為毫不誇張的說現在就是一個新的冷戰 就像主持人剛才一開始談到了 就是說在北約這邊現在有大規模的演習 那麼在俄羅斯這邊呢 我們看到最近他講到對於這個 芬蘭跟瑞典要加入這個北約的情況 他在哪裡講話呢 他在這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聚會上講話 那這個重大的會議其實就是向西方來宣誓說 我俄羅斯也不是孤家寡人 俄羅斯他也有他的這個革命夥伴 包括白俄羅斯包括哈薩克都在這個條約組織裡頭 所以我覺得一個新的冷戰已經展開了 那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就是說 這個新的冷戰裡頭啊 這個白俄羅斯總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 叫做混合戰 混合戰最早是美國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那麼後來其實主要去發展這個概念的 主要是來自俄羅斯 那他強調就是用各種傳統跟非傳統的手段 比如像暴力犯罪啦 包括恐怖主義啦 用最新的科技啦 甚至強調用大眾媒體去影響公共的輿論 那這個所以會在這個混合戰之下呢 戰場已經不再只是在前線 而且在交戰國的後方 甚至在國際社會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未來 在這一場這個烏冬亞樹鋼鐵場 雙方都可以宣稱勝利的這樣的一個結局之下 我覺得未來這個混合戰會非常熱烈的展開 在國際社會在整個大眾傳媒 我們會看到非常精彩的各種故事鋪天蓋地而來 那這個可能精彩程度會不下於烏冬的戰士 對 所以大家接收到訊息可能是 一下你感覺好像是這邊影 但是事實上可能是另一邊影 大家接收到完全平行的訊息 這就是一個混合戰非常典型的一個資訊方面 全球性的一場戰爭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回來 這回美國跟東協的這場峰會 真的被世界各國好像看了個笑話 當然美國他的宣傳他是講說 哎呀我給了1.5億 可是現在陸陸續續 許多的外媒 好像評論上面都不是一個正面的一個評價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次其實還聚焦到一個點 就是柬埔寨的首相洪森 他去到這個地方 他一下飛機的時候他就先講 他說希望能跟美國做朋友 但是也不會在美中之間選邊站 等於是說為什麼他那麼重要呢 因為他是今年這個東協美國峰會的一個 這個主要輪職主席 主辦在這個柬埔寨這個地方 所以他的發言某種程度已經是代表 東協十國的一個立場 不要叫我們這一次來 美國千里迢迢來這邊 結果最後只是為著讓我們選邊站 那這一番話不知道是不是有一點 讓美國不高興 所以他在訪美的期間 竟然就遭到這個美國這邊 就是遇到了這個丟鞋子 當然是柬埔寨的民眾丟鞋 那所以美國後續上面 好像也沒有處理的非常的妥當 所以引發了這柬埔寨國內的一些反彈的聲音 因為警察逮捕了這個姿勢分子之後 迅速就釋放了 而且白宮也沒有對這件事情有所表態 所以洪森的兒子 他就講說我們絕不原諒這種行為 極端分子會自食惡國 其實一直以來這個柬埔寨跟美國的關係 沒有那麼好 有一點不好 那這一次這個洪森要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國內有一些反彈的聲音說 幹嘛要去美國呢 這個美國跟我們關係又不好 但是他最後還是來了 但是遇到這個事情 美國的處理又讓柬埔寨他們不高興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場峰會 在5月12、13號連開了兩天 開會兩個小時 那拜登跟賀錦麗他們各講了10分鐘 但是呢你們講完之後換八國元首講 是不是也可以講個10分鐘呢 也沒有 就讓八國元首你就短短講個幾分鐘 所以甚至有這個同行的一些 這種八國元首的官員 他們就抱怨說 感覺去到那邊 明明想要跟拜登單獨見面聊一聊 可是拜登都沒有給時間 感覺好像被叫去美國在旅館關緊閉那種感受 那所以這個柬埔寨的首相洪森 他就現在反過來邀請 因為對於現在這個東協十國 他們覺得說我們千里迢迢去到那邊 結果你只給了1.5億喔 所以他們覺得說好像有一點失望 好像不是他們期望中的那個樣子 那而且是大家去到美國來 那所以現在柬埔寨這邊他們鴻聲就邀請啊 就說拜登你就11月 是不是展現一下你的誠意啊 你反過來來參加我們的東協美國峰會吧 是不是你直接來一趟這樣子可以 避免說這一回1.5億這個風波繼續煙燒下去 展現出你的誠意大家就閉嘴了嘛 可是一直以來喔 這個柬埔寨跟美國的關係就有被渲染 他講說因為當然他跟這個中國的關係也是挺好的 所以就是日本的媒體他們就講說柬埔寨 有一點這個氣媒選中這個味道 氣的這個鴻聲喔對著媒體大媽 我們來聽一聽 我們來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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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一段时间 我会大量胜利 来说, 你是吗? 我会没想到比达 你做多个比较 有一次 你比较一个 感兴趣的 我当我说大家 我当你还说说如何? 我会是 我 是你 我会想说 他講得非常強 他說誰能夠講說 誰能夠取代中國角色來支援我們 我就下台 所以他其實已經是落了話 他說其實只有中國能夠幫助得了 這一個柬埔寨 那所以其實他對於美國來說的話 之前因為美國就覺得 你好像跟中國的關係很好 就有下令說禁止他的武器禁運的一些制裁 所以他就直接乾脆就說 我們現在開始就全面清查 我們所有倉庫裡面所有的這個美國的武器 反正也很久了 也已經年久失修 我全部銷毀了 甚至還吐槽美國 阿富汗就是用了美國的武器 才會打敗仗 講話非常的嗆 講說我們才不想用你美國的武器 甚至他還拆掉了美國在這邊 這個雲朗的這個美軍基地 明明在十月份的時候 這個空照圖看起來 因為當時雙方就有點矛盾 空照圖看起來是有 結果十一月的時候 怎麼就拆掉了 然後他是怎麼樣回應美國 我沒有義務通知你啦 是這樣子來回復美國 所以其實對美國來說 非常強 不輸度特地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2022年5月5號 也就是前幾天 柬埔寨首都才又挖出了一個 美軍一頓重的一個衛爆彈 那甚至紐約時報記者講說 這柬埔寨的衛爆彈 要花300年才能夠完全清除 就美國的這個遺骸300年 在這個柬埔寨的地方 他們常常每年還有很多人 因為這些衛爆彈而這個身亡的 這幾十年來加下來 已經好幾萬人因此而喪失了性命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的這個東協 美國東協峰會 讀麥新聞他講法是說 東協峰會上面啊 東協其實他們希望保持一個平衡 保持一個謹慎的態度 不希望留下親美的一個印象 那海外網他們的評論是說 美國的漂亮話 其實忽悠不了這些東協國家 因為他們這個三星二億的態度 東協國家都一直看在眼裡 從以前的歐巴馬到川普 其實對東協都沒有那麼關注的 現在有價值有需要性的 才來關注人家 人家當然點滴在心頭 還有另外這邊 這個也是一個外媒 他講說美國東協峰會 一張臉還是一場鬧劇呢 因為你才提供1.5億用於和平 但是你是數十億數百億 再長期來支持 就是削弱其他地緣政治對手 然後就是比方說 就是烏克蘭來對付這個俄羅斯 真的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 所以這個我們這個地緣政治專家 米爾斯海默他就講 他說建議中國一個 他說如果我是中國人的話 我是中國領導人的話 我乾脆把美國趕出亞洲 我們來聽一下 如果我是中國領導人 或是中國領導人 或是中國領導人 我會嘗試 努力挑戰 亞洲 我會很興趣 在推進行美國 從西亞洲 從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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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country wants another great power on its borders and that includes china china wants to be for good strategic reasons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asia and it wants the americans out now as you well know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china to be a regional hegem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stay in asia and dominate asia as much as it can so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pursuing a policy of containment towards china not unlike the policy of containment it pursued towards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tolerate peer competito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its gun sights on china 好 其实会这样比就是因为美国现在积极拉拢东协其实为着就是要对付中国 但是对于中国在东协这边所付出的RCEP或者是一些这个金额 1.5亿美元真的是难以比较 来老师 我觉得美国的这位教授他其实是在提醒美国人 就是说你本身的要将心比心 要异味来相处 就是你不容许任何国家在美洲有影响力 那当中国大陆起来的时候 其实他也不会容许有哪一些国家在亚洲有影响力 同样的道理俄罗斯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如果你美国是这个态度的话 那你就应该要了解别人也可以有这个态度 可是如果你美国改变了你的态度 就是说任何国家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发展 那你也应该要改变别人也应该 你就可以要求别人也改变他的态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现在对美国人来讲他长久以来 他的势力确实就是整个欧亚两大陆都是美国人的势力 应该讲是全球了五大洲都是美国人的势力 可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在亚洲中国大陆已经起来了 那中国大陆起来了以后 他使亚洲的更多的国家有更多的选择权 不只是在于科技经济军事方面有更多的选择权 那当亚洲的国家有更多的选择权的时候 他在你美国跟中国之间都有选择权 那他本身的分量自然就提升了 而他本身的分量提升以后对他来讲是有利的 所以他一定会想要维持两边都有选择权 也就是说如果你两边都想争取我的话 那我就一定不会倒下任何一边 因为我倒下任何一边我就没有选择权了 就像台湾也好 日本那他的做法就是倒向一边 所以他等于是完全没有选择权 他只能够听美国人的话 可是东盟的国家他本身是希望我有选择权 因为这符合我的最大的利益 所以他不可能完全听你美国人的话 可是美国人现在是一直要把你拉进来 听我美国人的话像过去一样 可是这些国家他一定会说 我不想再像过去一样 只能听你的话 我希望你也能够听听我的话 那这样的情形 那如果你不愿意 那我就跟中国大陆这边就更紧密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拿捏的一个方式了 那当然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对美国人来讲他的生气 就会把气怪在中国大陆身上 说因为你才造成我现在没有办法 直接领导东盟的国家 因为你所以他一定要对抗中国大陆把他压下来 可是当我觉得美国人在拉拢东盟的国家的时候 他应该要对东盟国家有所尊重 可是他不愿意 为什么说呢 你看在这次的拍照 明明柬埔赛是轮值国主席 而且这次是东盟的峰会跟华盛顿的峰会 那你拍照的时候 你红色应该站旁边 但是还隔了一个人 对他还隔了一个文赖 对不对 这个没有道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你让我们坐的是这种方日形的桌子 你坐在中间 那把我们两排的人都当小萝卜头 你应该是要圆形的桌子 就大家是圆罩的 这样子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态度 那所以我觉得对东盟来说的话 他现在如果邀请美国去 而他摆的位置 如果也是方形桌 那美国人坐在另外一边 那这个美国人愿不愿意 这又是一个问题了 好我们来问一下卓老师 好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看到这个柬埔寨 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云朗基地 那云朗基地 其实在柬埔寨的最南端 它紧挨着越南的这个富国岛 也就通往南海非常方便 那这个基地本来是美国人出资建立的 但是年久失修 所以现在后来中国大陆愿意出资 来改造它的设施 但是希望能够使用它 传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变成美国跟柬埔寨 为了这个基地产生一些 产生一些口头上的这个冲突 那主要的事情是在于说 美国希望能够了解 这个基地改造的情况 但是柬埔寨似乎是 没有完全开放让美国人去了解 那甚至美国就制裁了 两位柬埔寨的官员 所以双方其实我们看到 表面上在这个华盛顿双方好像不欢而散 但其实背后是从去年开始 双方就已经产生了一个 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冲突 但我觉得鴻森其实并不是完全导向北京 就好像刚才这个赖教授所讲的 其实鸿燊他是一个摇摆的 在东协他们有一句话叫做 Bamboo in the wind 就是说随风摇摆 他们其实是很重视在两强之间 很懂得在两强之间 找到自己的一个生存空间 所以虽然他跟北京的关系很密切 但他这次还是去了华盛顿 还是希望跟拜登能够有一个双边的会谈 那我觉得拜登没有接受 而且在各项的安排上 没有让鸿燊其实有进一步去改善美检关系 这样子一个可能性 你说本来可能很多东协国家都是同样心情 我可以跟中国做朋友 我也可以跟美国做朋友 但是去到那边反倒是有一种 好像被美国冷落的感觉 让他们是不是变成 后续会导向中国更多一点 我觉得最起码在一段时间 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热络于 跟美国在拉近彼此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见的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也必须要解决 好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这个你要说 那个教授来讲这个玩战略的关系 中国是老手 从春秋战国就在玩 大国小国小国大国 联合中和 你要记得 邓小平很早以前就讲 要玩低调 对不对 其实经营这个东盟 二十年前就开始 2000年 2001年 我就跑到南陵去看 南陵是一个中国最南边的一个都市 就经营得很漂亮 我那时候就看到东盟 七个国家的领事馆建得漂漂亮亮 那个时候 你想想 在那边建领事馆就是针对东盟了 对 那个时候已经下手了 你看 东盟那些国家 从贯穿到越南 到要到新加坡铁路 不是一天盖成的 对 那你那个时候盖铁路 人力 物力 资力花多少钱呢 已经开始做了嘛 南海的小岛一个一个田岛盖港口 那不是一天呢 对不对 是 花那么多钱盖铁路 盖港口 那就换句话说 默默在做啊 对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这些军技效益国际关系做嘛 对不对 在中南美 现在经济发展已经取得老二的程度嘛 2000年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没那么大 现在它感觉的威胁 马上就超越了嘛 是 这个2000年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地位还没有到 可以超越老大的地步嘛 那个时候 感觉不到嘛 对对对 现在美国的海军实力眼看就要被超车了嘛 因为老公的船从再过几年到400艘 那你的海上霸权就面对中国的挑衅了 你不见得赢了 是 这个第一 海岛第一线的包围围堵已经堵不住啊 所以现在才开始美国的警觉性就提高很多啊 所以狗鸡跳墙就会使出更 更 更拉手的挑衅了嘛 是 所以这个形势就变得很严峻了嘛 所以中南半岛这个局 你要说鸿燊出一招更难看的 我请你来 我给你一张飞机票 面对你这个一亿五千万的这个 就更难看嘛 所以这个 这就是啊 全球化的这个到处点火的结果 是 所以这个冷战 跟局部的热战就会变得更严峻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 美国现在真的处处要办峰会 但是处处好像办起来都让大家有意见啦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像是这个东协跟美国的峰会 给了1.5亿美元说要加深这个美国跟东协的关系 但是就被大家讲说才1.5亿哦 那再来讲到说即将要举办的美洲峰会哦 他又处处设限制了说哎 古巴 维内瑞拉宁加拉瓜不可以去 人家明明也是中南美洲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所以此话一出又立刻引发了像是其他中南美洲 像墨西哥啊巴西啊 他们都说我们也拒绝去了 其实蛮多国家都跟进就说那我们都不要去啊 那我这样子用你来限制了 甚至在去年的这个美国跟欧盟的一个双边会谈哦 这其实拜登去到现场竟然讲话上面啊 让人家感觉哎 这被媒体形容怎么有点短路啊 还说自己惹上大麻烦了 我们来听一下 对所以这段影片又被流出来想说 哎这拜登到底怎么了 好像每一场峰会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然后被大家挑出粉 蛮多的一个毛病哦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哦 这个墨西哥的总统他也讲了一番话 他说他对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信心 因为美国说要投资到目前为止 投资多少呢 好像没看到什么 我们来听一下 他承诺了四十亿纸核准的一亿 所以就是以这个拉美的经验 四十亿纸给一亿 我们就真的回去算 那一点五亿哦 算起来大概只有三百七十五万美元 最后只能拿到四十分之一 所以真的美国是不是现在经济状况很有问题 会连连跳票 那你看看拉丁美洲 现在过去可能是被称为美国的后院 那拜登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把你当成这个前院了 好像很重视你们 可是现在他们讲话也大声起来了 因为就是美国过去制裁他们 或者是要企图加入 就是影响他们的一些政治 已经引发他们非常多的一个反弹 包含像墨西哥呛下之外 其实阿根廷的总统他也讲 他说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其实使得所有国家都受到影响 对美国的做法也是迟疑一个态度 就是迟疑的态度 再来古巴外长他也讲说 尽管美国现在解除对我们古巴部分制裁 但是并没有改变你们对于古巴的失败政策 也是对美国的这个做法迟疑啊 质疑态度啊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现在在这个地方 现在美国在拉美的孤立 现在是史无前例的吗 因为这个是其实有一些相关的媒体的评论 他说因为美国对拉美 不改这个口惠而实不至的一个伎俩 还之前还有曾经在去年的时候 推出这个B3W重建美好世界 当时是说冲着这个一带一路而来 那先从拉美开始 然后就做了半天 好像也只闻楼梯想就口惠而实不至 还有这厄瓜多拉丁美洲新闻社 他在讲说美国在拉美的孤立地位 已经到达了史无前例的一个程度 就是说大家越来越不想甩美国了 甚至美国现在意图在这个西半球 领导地位要来挽回一下 但是拉丁美洲未必埋葬 所以现在看起来 美国在拉丁美洲也不像是以前 这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一个地步 那拉美现在陆陆续续要登场了两场大选 一场是哥伦比亚的大选在5月底 另外一场是巴西的大选 现在大家觉得恐怕又会烟烧到美国 可能六大经济体里面 拉美六大经济体会不会又多了两个要左转 因为哥伦比亚过去从来没有是左翼当选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个左翼当选的这一个几率非常的高 因为他喊出来的就是说啊 富人征税啊 停止这一种社会的不平等啊 所以是比较赢得现在大家的心啊 那左翼这边这个巴西 过去我们在讲说这是巴西川普嘛 现在他的这个声望跟这个民调也没有像前任的总总统卢拉那么高 他同样也是左翼的一个色彩 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都是左转的话 那可能对于美国来说就更伤了 可是为什么现在拉美对于美国可以讲话那么大声 就是因为现在拉美的重要性非常的高 因着这个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可是拉美手上握有两个非常重要资源 一个是石油 另外一个是粮食哦 因为现在俄罗斯这两个恐怕都会影响到全球 石油是被制裁不能出口 那粮食他是现在自己自己自行限制哦 就是俄乌他们的一些粮食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缺口 是不是都得要靠着拉美国家 像是像哥伦比亚 像是这边 他们是拉美的第三大的石油出国 所以需要靠这些国家来补足这个缺口 所以现在美国对他们讲话也不敢太大声 我们来问一下来老师 美国在拉丁美洲它有优势 就好像中国大陆在亚洲有优势地位一样 我个人认为美国应该要 真的应该要好好学习 大陆它对亚洲国家的敬略方法 美国也必须要真的是真心实意的 把这个拉美的这些基础设施把它做起来 你交通的基础设施你没有把它做起来 拉美的独特的优势就没有办法使用 因为拉美的独特的优势就是 它有大宗的物资 例如说大量的农产品 还有大量的矿产品 还有大量的原物料就是原木 木头 也就是说它有这三大块这么重要的 所有的工业生产都需要的 甚至农产品加工都要 它都供应这些原料 那你这些原料一定要透过很好的交通系统运出去 我觉得美国如果说它要恢复它在亚太 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力的话 它就必须要真正的做一些实施 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当地人就不会非法移民到美国 美国才能够从根的减少它的非法移民的压力 这是它一定要做的地步 那你要做的地步 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丝绸之路 也就是说交通基础建设要真正的把它做到好 那你如果没有把它做到好 这些你要靠这些国家自己来做 它做不到 现在是中国大陆在帮这些国家 在做交通基础建设 包括铁路 包括港口 机场 最主要还有就是发电 还有电网 还有就是光线网路等 这些中国大陆在帮他们做 做起来了以后 那么您看到他们的物资大量的 就从大西洋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就运到太平洋的另外一个端 就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还做了第二点 就是欧美的国家 过去也有优势 可是他们不愿意做的地方 过去欧美的国家 他们有优势的时候 他们应该对于拉美的这些大众物资 我刚刚讲的农业矿产栋 你的采购价格应该要好的价格 可是欧美的国家利用他们 买方市场的垄断 他们压低了这些价格 所以这些拉美的人 他们的生活 农民 矿工 他们的生活就非常的苦 非常的苦 然后就造成了贫富差距很大 因为欧美的这些国家 就结交了这些有钱的 就是我们以前的所谓的 这些寡头 军头 还有这些富有的家族 他们就变成很富有 可是广大人就非常的贫穷 那这样的左派的土壤就非常的丰富了 好 这样的一个发展里面 可是中国大陆开始进入拉美的时候 他采用的策略跟欧美不一样 他采用策略就是 他用比较好的价格买这些原物料 那这些国家他就更愿意把这些产品 卖给中国大陆 而整个国际的原物料价格就一直往上涨 然后当这些往上涨了以后 你欧洲人产品出来的竞争 就赢不了中国大陆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把整个国际市场 就慢慢的 他就越占越多 越占越多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 而他这样的实质上就改善了拉美国家 跟亚洲国家 他们原本这些农民跟矿工 他们的生活水平就被拉高了 那你想想看 这些国家当然跟中国大陆关系 就会比跟欧美的关系好 可是他们在文化上 在语言上 在传统上 他们是更可以跟美国 或是跟欧洲的国家相通的 因为例如说有讲葡萄牙语的巴西 有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 而这些国家的很多人 他们也能够使用英文 理论上讲 他们是能够跟欧美的国家走得比较近 但是由于欧美的国家采用的是 传统的剥削的方法 那中国大陆采用的是互利共赢的一个方式 那美国要改善 他跟拉美的关系 他必须要向中国大陆学习 对啊 要尊重对方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我们看看当年国共内战的环境是一样的 对不对 当你经济崩盘的时候 穷人就比较倾向于左派 对不对 那以前不就是穷人斗地主 一样吧 这个美国的门罗主义 就是压榨这个房子外资进来 那现在 中国的搞这个手法是一样的 那当年 美国只是支持这个资本主义这一套 所以你现在看巴西 中国大批的采购它的这个大豆 对 就是中国需要这个大豆 就变成中国第一大采购国了 我认为雷拉这个采油设备是很落后的 那美国制裁它不能卖了 那美国要自己的这个页岩油要输出 我认为雷拉的采购国